8月28日星期三 九哥晚报 白银又飙升了 但这一浪大长银应该差不多了 继续讲讲星期六有期指期权特训班的新班 包括了研究大长金、大长银 以及金矿股ETF的投资知识 相信应该是今年下半年的投资焦点 早了今晚最后有兴趣请到视频简介里看资料 给大家看一些新闻 有报道说英国政府企图暂停国会的操作 而强行令到英国硬脱欧的现实 消息公布后英镑下跌了接近1% 另外,中国外交部继续被问到 前几天特朗普所提到的电话会议 也再一次表示完全没有发生 并且表示美国增加关税是非常遗憾的 中国将会继续坚持在贸易战上的强硬态度 似乎告诉我们现在可能只有特朗普才希望 有贸易协议去帮助他助选 另外,据中方人士报道 他们不认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中美可以达成贸易协议 因为怕特朗普会出以反议 双方已经缺乏了信任的基础 而国家经济局 甚至其他相关的部门也开始了很多 不同的旧市或者经济的舒缓计划 可能似乎也不希望在贸易会谈里 有进一步的进展 另外,最后一件就说到今天境内的人民币 今天到了11年以来的新低 人行也推出了很多措施 包括在香港发行 人民币的短期票据 希望更高的利率 使得抛空人民币的成本增加 有分析员认为下一个 CNH在境外人民币重要的交易水平 阻力应该会在7.2 让大家看看 人民币是这样的 周线图现在是7.16 现在已经是十一年的高位 人民币一直这样缺乏 似乎对上证的影响不太大 应该在这儿被减低 破坏的事情都在做也不一定 简单说一说 标期...我们看看日线图 你会看到橙色线是50天平均线 这条下底的紫色线是200天平均线 大概在2950至2800天平均线 好像有点像今年早阵子时的上证区间 我继续预期应该在10天20天平均线左右 就造成了2890的区间 这是一个重要阻力 就是压低它 一切都要跌穿200天平均线 才可以向下沉底 我相信这次可能会跌到2700更加低 看看有什么新闻出现 这不是我一厢情愿的 技术上已经是酝酿着要跌穿200天了 美国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是 大家都看完那边 压住了 看看会不会是吧 贵金属今天主要是说白银 不可以说但今天晚上要上课 大长银我星期日的时候曾经提过 本来在17.5 这个星期日出上星期五收市 我都说17.5不要平仓 会今个星期改到目标去到18.4 18.4今天早上已经搞定了 18.4亦差很少 今天如果9月期货最高1836.5 大家要在这里收水也可以 如果还没平仓的话 之前我说推高到17元的指赚 现在可以推高到18元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日线图 RSI已经去到77 已经去到保利加通道 顶都过了 周线图大家看看 是这样的 月线图看看 是这样的 其实我告诉你 已经上得很厉害了 是需要盘整的 就是我这么看好 我都觉得来到这里 都看到这些技术形态也很害怕 其实也会考虑在这些水平上 大部份可以平仓好水 在这里无论是15元16元17元18元 今天也会赚 我想继续看好的 只不过今次不会半杯水 四分一杯是减少少的 回落的风险太大 再简单说一下GDX 大家记得我前两天说过 30元会过 结果又是昨晚过了 很安全地过了30元 最高是30.62元 看周线图的时候 跟我们在16年最高位 31.79元 就差过多的钱 不过如果有的时候 我相信不少投资者 应该会在31-31.5元 大部份获利 又是跟道理和银差不多 超买到很紧要 你看看周线图 日线图的 回落了几次 这次又上到保力加通道顶 再上 我想也会有点压力 31元留上 其实来到这里 你要用29元做一个指赞 不应该去穿的 上面看看自己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好了,说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写下 我简短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 还有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